秋天了 是初游的好时节 朋友们约起来 一起去哪里呢 走 我们去清风步道看看 在直排捷运站 搭小巴到竹子湖站 下车 就看到对面有一个大大的招牌 写着 朝家花田香 走 就是从这条路往前走 沿着这蜿蜒的路往前走 又看到了 对面的大梯田 还有朝家花园 往这边走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的 是清风步道 就在这里 下来之后看到 对面的山栏 哇好美哦 就是非常的热 看看对面的金针花 这里就是 朝家花园了 别只是看风景 小心脚下 这边有一条桥 这下面可是有残残的水流 非常的清凉哦 这里都是花田 所以花也非常的多 外加蓝天白云 绿意盎然 真的就是美 沿着小溪往前走 旁边这边有一条小路 在围墙 在围墙上面写着清风步道 往这边走 这个围墙里面就是朝家花园 看到的是黄色的彼岸花 很漂亮 上面还有金针花 顺着这个围墙 顺着这个围墙往上走 就会看到了 另外一家花园 那就是大梯田 还记得 曾经在大梯田看绣球花的时候 觉得外面的人 怎么在楼梯那里看花呢 觉得他们不买票进来 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 在这里跟大家说对不起 原来人家只是路过 要去清风步道赏风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步道是相当安全的 它的两旁是有着栏杆 中间是木栈岛 所以走起来非常的舒服 也不用太担心它的安全 如果是花季来 可以看到里面满满的花 尤其是绣球花开的时候 里面更是满满的人 非常的漂亮 哇看到了吗 这抖抖的直梯 直接上来 上来休息喘一口气 对面的地方这个铁门 就是大梯田的另外一个入口处 在这里的旁边写了一个小小的牌子 就是清风步道往这里上去 看着对面的山栏越来越厚 有一点小担心 赶紧的往清风步道上去 走上十街 开始旁边都是树木了 两旁的树荫真的非常的棒 走起来非常的清凉 前方又是有栏杆扶手的木栈道 走在这个树荫下 看着远方还有落叶真的很美 这幽静山谷你喜欢吗 喜欢就赶紧的跃起来 这里真的非常的舒服 这里有一个圆形的平台 上面有着椅子 跟一位山友姐姐坐在这里 纳凉感受一下这里的分多金 还有听到他的介绍 他说呢 这里即将枫叶转红 那会更美哦 所以从树风中看出去 是大大的太阳 然而我们却有一点点担心 刚刚看到的山栏 哇真的有一点点担心 现在的天气变化非常的快 还是要趁早下山比较好 沿着原路返环 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景 这就是阳明山竹子湖 阳明山真的每一次来 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跟风景 也吸引了很多人天天都来 为什么不腻呢 因为阳明山的天气跟气候 还有美景真的非常的宜人 所以吸引非常多的壮年猪 看到旁边这里吗 这个是鹅哦 不是鸭子哦 真的很漂亮耶 很难得看到 这有些是阳明山吸引人的地方 他每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你所遇见的都是美好 就这样下山了哦 跟着山友小姐姐边聊边来到了永康商圈 老邓淡淡面 可以看得出来这家店 他非常的用心 他还是有小小的装潢哦 是非常中式的 现在你看到他的小菜吗 这是茄子 非常好吃很入味 山友姐姐的牛肉面上来了 他是半斤半肉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牛肉也是很大块的哦 点的是细面 汤头非常不错 我点的是炸酱面套餐 上来了哦 也是细面 非常不错 这一家面非常好吃 他还有蛋花汤哦 这是我们另外加点的油亮亮的蹄花 相当好吃哦 相逢自自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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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赏